大家好 这期节目呢 我们来聊一个台湾话题啊 就是美国这边的媒体啊 高调对外宣称呢 美军将常驻台湾 这次讲明了 派驻台湾的呢 是美国陆军特战部队 俗称绿扁帽部队 而且他已经声明了这个绿扁帽部队呢 现在不仅部署在台湾本岛 而且在澎湖跟金盟呢 也都有部署 所以这个消息啊 还是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 因为这个就代表美国以实际行动呢 来表明了他在台海上面的态度嘛 他就是对外公开说明了 我就是来支持台湾的 你想我的部队已经驻扎到台湾了 那你要是对台湾一开战 那么等于说你直接就是对美军开战嘛 所以啊 美国这个态度也是很明显的 其实美军驻扎台湾这个事呢 并不是今天才发生的 这么多年来美军一直在台湾呢 都有驻扎 但是呢 以前都是秘密的 就是对外呀 没有公开承认 实际台湾老百姓应该都很清楚嘛 美军一直都有部队呀 在台湾帮助台湾进行训练嘛 这个都是公开的秘密嘛 那你就这样想吧 台湾买了美国那么多武器 那么美军必须要派人过来交洒用嘛 对不对 包括这些武器的售后服务 维修呢 等等呀 那他不得派美军过来嘛 对吧 这都是很明显的事情 只不过以前啊 美国把这个事情呢 没有在官方层面去承认它 就是大陆那边呢 也就是装作看不见那样子 把这个事情呢 没有拿出来炒作 所以以前才会出现呀 美军登上台湾之日呀 就是解放台湾之时等等啊 这种话呢 都是基于那个前提讲的 但是现在美国把这个消息放出来以后 我怎么从昨天到今天啊 在大陆那边啊 没有看到有关方面的报道 连最起码的外交部的发言呢 也没有 所以这个事显得也比较奇怪 没准过两天 中共一看啊 这个事情包不住了 也可能呢 会对外发表一个声明 那么现在美国陆军这个特种部队 将会在台湾建立多少个培训基地呢 目前好像没有一个具体的说法 但是我想啊 你这个台湾本岛不弄上十来个 然后这几个离岛 像澎湖 金盟呀这些啊 包括马祖 可能也会派一些教员过去进行辅导吧 所以我个人估计啊 美军这次敢高调宣布 那么他派到台湾去的这个人呀 一定不会少 肯定会达到几个连队的 要不然的话就不够分嘛 你一个基地你放上一个人顶啥用呢 你不能放上一个单位 对吧 最起码不能放上一个班的单位 这就是十几个人 你弄上这么十几个训练基地 那不是一两百人 对吧 所以我个人推算啊 美军敢承认这个事情 它肯定是在这个台湾岛上呀 已经具有了相当的战斗力 那么有人可能会说啊 美国你派这些教员过去有什么用呢 帮着台湾训练训练 难道说台湾的战斗力就会提升吗 实际有这部分观点的人啊 他对这个国际形势啊 可能没有充分的去把握 我们看啊 乌克兰为什么能坚持这么长时间 这个就说明了啊 与美国的这种培训有直接的关系 2014年俄罗斯通病了克尼米亚以后 美国当时遇见俄欧之间呢 有可能发生战争 所以好像就是在乌克兰啊 建立了十几个培训基地 这也是美国的绿员貌不对干的 那么我们现在看结果就是这么几年下来 乌克兰的这个战斗力量还是有了很大的提升嘛 俄罗斯那么气势汹汹的去灭乌克兰去了 结果让乌克兰还顶住了嘛 现在是不但顶住了 而且把进入到腐地的俄罗斯部队啊 都打到边境去了 现在双方这个战争啊 胜负还未分呢 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 如果这个战争持续打下去 俄罗斯肯定会失败的 那么从乌克兰这个战斗力的改变 我们就能看到美国的这种培训 确实是有效果的 我们说句心理话啊 二战以后只有美国呢 在不断持续的打仗 而且他每一场战争啊 这个战争形态呢 都有一定的升级 可以说现在全世界啊 唯一能掌握现在战争的国家呀 也就是美国了 所以他对乌克兰的培训 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乌克兰的战斗力啊 才能表现得这么强悍 那么我想台湾呢 也是一样的 假如说美军对台湾的部队啊 持续的培训 把台湾部队的这个战斗能力啊 或者是这种战争思想啊 培训到一定的高度以后 那么他的战斗力啊 就会整体提升 这个战术的改变啊 实际就是当局人民 大家如果是江太公的老观众啊 大家就应该记得 在战争出发的第一年 我当时就给乌克兰出了一个招啊 叫做祸水外影嘛 就是俄罗斯对你发动攻击的时候 你也得想办法呢 到俄罗斯境内去搞事情 这样的话 这个战争形态啊 它才是对等的 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旁观者 在看这个世界 但是你看乌克兰呢 一直就没有采取那个行动 也许是跟北约前期啊 这个援助的武器有关系 北约前期援助乌克兰呢 主要是防御性的武器 也许乌克兰呢 是缺少这方面的武器装备 所以他对俄罗斯本土呢 迟迟没有进攻 双方的战场呢 就是在这个东部边境上面 你看在那打来打去 牺牲了那么多士兵 那么这两个月 乌克兰的战术啊 就发生了一个改变 那么他这个改变 是怎么产生的呢 我认为啊 是乌克兰搞清楚的一个事情 俄罗斯这样的独裁国家呀 他为了这个领土啊 他是不期代价的 这个代价是啥呢 就是士兵的生命 所以你看 乌克兰在俄乌全线啊 歼灭了那么多俄军 但是俄罗斯的这个侵略意向呀 他没有改变 他实际对这些士兵的死亡啊 他是无所谓的 这就是一种独裁者的形态 他不怕牺牲普通的士兵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月呀 乌克兰是搞清楚的这个事情 你见面再多俄罗斯的普通士兵 这个俄罗斯感觉不到疼 况且他们派到前线的部队呢 主要都是那远东地区的少数民族 真正主体的俄罗斯族啊 在这个俄乌战场啊 牺牲的并不多啊 所以啊 这个对俄罗斯是没有刺痛的 牺牲那么多战士啊 普京是无所谓的 所以你看现在啊 乌克兰开始对俄罗斯建立的 一些重要的军事基地呢 开始进行了攻击 包括一些钢铁厂 军工厂 一些飞机仓库 军事基地 等等 他把这个战略目标改变以后啊 俄罗斯现在立刻就感觉到难受了 对不对 这才是达到了他的命脉嘛 所以这种攻击 才能动摇俄罗斯的这个侵略意志 那么放到台湾也是一样的 这次按照报道 这次绿扁帽呢 主要培训的项目呢 是一个无人机项目 美军带去的一款武器呢 叫做大黄蜂小型无人机 所以美军啊 从俄乌战场呢 可能又发现啊 这个无人机对战场的作用 所以呢 他这次啊 针对这个台湾的培训啊 还是有目标的 近期呢 就是这个无人机的培训 那么我想随着俄欧战争的进行 那么像美国这样的国家 肯定也会总结一些 这个战场的经验嘛 那么他对台湾这边的培训 也会有针对性的目标 我更是认为 台湾的这个国防部门呢 也应该调整战略 现在的这种武器变化呀 太快了 特别是一种AI加入战场以后 这个战争形态就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以前坚守多年的这种 死守台湾的战略啊 我认为也应该做些调整 应该像乌克兰 现在的这个战略一样 那么一旦战争开始 我在防御的同时 我也要对你本土的军事目标呀 进行一个打击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战争呀 才会达到一个平衡吧 好吧 有关这个消息呢 我就跟大家聊到这 我们坐等中共这边的表态吧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